花莲县市长福利协进会急需一辆交通车服务市长会员 正好行政院东福中心的执行长洪宗凯认识一位住在台东的图小姐 这位图小姐正想帮刚过世的母亲圆梦 因此通过县议员张美惠引荐 图小姐捐了一辆全新的自小客车给市长福利协进会 希望能够帮助市长朋友获得更好的照顾 全新的交通车送抵花莲县市长福利协进会 干部们都很开心因为有了这辆车 协会服务市长会员会更方便也更周到 有了这台车可以让我们更多工作人员可以去下乡13乡镇 在帮助需要帮助的市长者来做于市长者生活重建的计划 以及多元的人员来去做光怀访试 以及来去服务市长小农 然后来去让他们产品更多的有意义的被看见 然后也让我们协会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们在做市长者光怀服务这一块 然后以后会想要努力达到说 有做市长者据点的一个条件 然后也希望大众可以帮忙捐款 然后以及来募集顾问 来各方面的不管是个人以及是那个企业 然后都来大力帮忙来让我们协会被看见 可以做更多服务市长者的事情 这一次的爱心卷证是一个难得的机缘 从台东连接到花莲 这是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洪中凯 和先缘张美慧的广大善缘 那这个是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洪中凯执行长 那因为他是在台东 那台东有一位他的好朋友 那因为但是很不幸妈妈过世 那妈妈过世的这个保险的理赔的这个款项 那这个女士就说她想要来捐赠 来买一辆车 那捐给需要的团体 那因为妈妈住在花莲 所以她就把这个地点设置设定在花莲 那透过洪中凯执行长 那因为我这边刚好也知道 花莲县市场福利协计会有车辆的需求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爱心连结就串起来了 因为花莲县市场福利协计会 他们的这个会员是全花莲县 那他们经常要下乡 甚至还有到离山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路程 那这辆车小巧 那可以跑到这个乡间小路偏远的乡镇 那因为市场朋友他们其实都不爱出门 那有这辆车他们可以去送开会通知 也可以去捐赠物资 一些所有的可以照顾跟服务会员 可以让他们更轻巧 更便利更有利 这辆车未来将走遍花莲各个社区角落 服务更多市场朋友 也希望透过这辆车把更多的关怀和协助 带到市场朋友的家中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